他月收是25啊 為什麼跟月收3萬的煩惱 我覺得應該不一樣 煩惱其實跟薪水應該沒有太大的關係 其實都一樣 是要出來工作才會有錢 那25萬呢他的消費金額 消費的層次跟3萬塊是完全不一樣 歡迎收看街頭調查 日前一件襯衫的創辦人 網紅黃山料 他就在臉書投出這樣的文章 他就說他有一個優秀的鄰居 這位鄰居的月收入高達25萬元 不過這位鄰居就向他吐苦水 說其實他的煩惱跟月收3萬塊的人 是沒有區別的 他們之間僅僅就是社會階級的不同 其實對於快樂的感受度一樣都不高 不過這樣的文章一PO出來 就引發了大批網友的討論 網紅陳怡他也說 這樣的心靈雞湯就是給魯蛇看的 而究竟大家真的覺得 月收25萬塊跟月收3萬塊的煩惱一樣嗎 我們今天就帶你走上街頭 帶你一起來了解 其實都一樣 因為本身的話也是一樣 同樣都是要出來工作才會有錢 所以不管就是有錢或沒錢的話 也是要出來工作 不然的話生活也是沒辦法過下去 過自己想要的生活這樣子 你同樣也是要去做的話 才會有這份的收入 不然的話就算 至少一個月有3萬塊跟25萬塊的話 這之間的話差別都是同樣的 你要就是要有收入跟工作才會有這些錢 才能過你想要的生活 差不多吧 如果你越心越高的話 你可能會想買很多東西啊 例如跑車之類的 對啊 那如果你只好3萬塊 那你也可能會想買摩托車之類的 到底是一樣的嗎 可能感覺一樣嗎 25萬的那個 他生活的品質可能花的就比較多啊 賺比較少的 花的 就是他花的比例是一樣的 差不多的 沒有沒有沒有高收入的時候 不想要高收入 然後奢侈的生活 然後等你真正有了自己的房子 或是有了自己的個人隱私 收入也變高了之後 反正也會跟著變多 所以其實不會減少 我覺得應該差蠻多的 就是25萬的話 應該會想要在台北買房子 可是3萬的話 可能就還是要想租亞房哪裡比較便宜 我覺得物質上的煩惱就會差很多 一定是不一樣的啊 3萬塊跟25塊當然不一樣啊 因為3萬塊的 他可以消費的金額就沒有那麼多喔 25萬塊可能就他 他可以 就比較多可以消費啊 應該不一樣吧 月收 對啊 因為他月收是25啊 為什麼跟月收3萬的份呢 我覺得應該不一樣 因為他的收入比較高啊 所以他 每個月要 想他要負擔跟支付的東西 會不一樣 我覺得不太一樣啊 因為3萬跟25萬的差距其實是蠻大的啊 就像現在在台北3萬的薪水 其實扣掉房租還有一些基本的花費 是不太夠用的 那你如果月薪25萬的話 你應該還會有多餘的錢去買房子啊之類的 做投資 應該不一樣吧 因為月薪3萬塊的人 他可能必須還要考慮到他所有的生活支出 然後跟月薪25萬的人來說 相對上如果以同樣的 就是他的生活的標準來說 生活品質的標準來說的話 當然月薪25萬相對上是來的 就是好像輕鬆一點 不一樣嘛 對我覺得 月薪25萬 他的煩惱就不會是經濟上面 或是金錢上面 那3萬塊的月薪 他的煩惱 可能柴米油鹽醬醋茶 都會有考慮到 應該不一樣 25萬跟3萬 這個25萬的人應該 對錢的支配比較大啊 3萬的比較小啊 所以當然不一樣啊 煩惱會不一樣啊 就是煩惱其實跟薪水 應該沒有太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 可能去台積電工作之類的 然後像台積電就是一個 月收入更高的地方嘛 然後可是 像他可能因為在那樣的工作 然後就覺得自己像機器人 然後比較失去夢想 他又回到其他的工作 不一樣的 因為3萬塊他在乎的是 生活開銷啊 生活 就是說生活他可能 沒有辦法做更多他的事啊 25萬他可以投資自己 做更多的事這樣子 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的那個親戚 有3萬也有25萬的 對 25萬的他的消費金額 消費的層次跟3萬塊 是完全不一樣 3萬塊是簡單 然後就是買最便宜的 然後就是可以養過自己 就是3萬塊的這個金額 那25萬他就是會集中在一個 自己最需要的 然後那個消費金額比較高的一些 包包會投資自己 你說月收嗎 10萬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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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有今天過月有什麼錢嗎 有啊 年輕的時候啊 3萬塊的時候會 就是記帳記得很輕 就會想說 這個月我花了什麼錢 那現在比較不會啊 我會去想那些 就覺得像150塊 你覺得你想花 你就會花了 差不多10萬 大概就8萬到10萬差不多 10萬以上 好那這位優秀的鄰居啊 他就有列出了七項他的 月薪25萬日常 比如說像他想喝星巴克 一杯要150多塊 但絲毫就不考慮 就直接把他買下來喔 甚至已經對買一送一完全沒有感覺 那出門也搭計程車 已經忘記要怎麼搭大眾交通工具了 不想要打掃的話 就直接邀請打掃阿姨來家裡面打掃 不過很多網友就有在說 其實他這樣子的日常 跟一般人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我們就繼續帶你來看 就是他比較不會去顧慮金錢這件事情啊 不會去精打細算吧 這就是月收入25萬的生活啊 因為就是非常的奢侈啊 如果月薪25萬的人 他不會對這些 那個市井小民會在意的這些 小確信有很大的差別感 他可能都覺得無所謂 不會在意折扣或是優惠 這方面的東西 反正25萬很好解決 星巴克離學校遠近 就是看到就想喝 你就會順路過去買 平常的話不會喝星巴克 因為至少把喝星巴克的錢就是 他一倍的話至少差不多要一百多塊 那你就是把每天就是 假如說你一個月如果都買星巴克的這些錢的話 如果省下的話你可以幫你自己省下不少的錢這樣子 會啊 可是比較沒有那麼長 因為收入不高的話就是其他的花費相對就會減少 但月薪25萬因為他的收入高啊 所以他會對於這些就是可能他會覺得這些消費對他來說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不會除了買一送一陣子 不會耶 就是買一送一陣子才會合 一個人可能就會吃可能一錢還是怎麼樣 就是吃到喜歡的東西才會開心 平常的話基本上都不會叫外送 基本上的話就是自己的開銷就是會比較少 然後就是會讓自己比較省錢 200到300之間吧 500塊有點over 大概兩三百塊吧 你是說這一個人嗎 25萬是還好 因為對他的薪水來講這樣其實是還好的 比較常搭uber 比較方便吧 捷運要等很久不如直接叫我uber就好了 因為不買車所以都會搭騎乘車 對不投資在車子上面 就騎車不然就是交通大眾 偶爾啦沒有說很常 因為搭到這裡其實蠻貴的 我不搭騎乘車 因為我覺得捷運很方便啊 幹嘛要搭騎乘車 吃吃到飽餐廳 我覺得月薪25萬的人不會去吃吃到飽耶 就會吃一些頂級的單點料理 25萬跟現在的 我覺得我可能會花更多錢來投資 就趕快提早退休這樣 然後3萬的話應該是怎麼保住工作而已 25萬會想要做什麼 25萬的話 我可能會出國看NBA吧 頂多就是奢侈一下吧 應該就是從日常用品先改變吧 新的那些產品的話 可能會去涉足一下 對因為現在沒錢的話 不會對那些 像最新什麼Apple 12之類的 就不太會去涉足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25萬還好啊 沒有說很多 所以他會做什麼 可能就犒賞自己買一個好一點的東西吧 譬如說自己想要買一個包包 對然後就是有那個薪水的話 就可以買一個包包這樣 好那聽完大家的想法之後 你是怎麼看這件事情的呢 你真的覺得月薪25萬塊的人 跟月薪3萬的人 他們的煩惱一樣嗎 那也歡迎你在留言區留言 跟大家來做一個討論 那今天的街頭調查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